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尤其是今天让我们看到 周报上我们有四百多位 将军来一起来敬拜神 我相信神会把得救的人数 一天一天地加给我们教会 尤其至今看到受洗的人数 这个突然地增加 但是也让肖牧师跟我们教母团队想到 就是说有许多新来的朋友 也许在当时我们在旅馆的时候 还没有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 这时候来到我们中间 也许对我们丰收灵良堂的文化 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肖牧师就很刻意地 圣灵的感动 让他接着一系列的 要把我们教会的一个核心价值 跟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知道 今天你是属于 丰收灵良堂的弟兄姐妹 那么丰收灵良堂 跟别的教会有不一样 因为神把我们这一群 继续在这边 神就有他让我们一起 在享受的一个 他的恩典 也在这边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到 我们应该在 丰收灵良堂的文化 因此就讲了一个核心价值 那扩大账目 是我们美英联的一个意象 意象跟核心价值 跟文化不一样 文化是一个传承 是一个永续的 那么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核心价值 有六个特点的吗 还记得吗 过去肖牧师已经讲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信心 第一个是信心 第二个呢 圣洁 第三个 合一 第四个 尊荣 第五个 尾声 第六个 超越 这是不断地在我们教会里面 不是说哪一个而已 我们不是每一个礼拜讲 一个就一个 而是这六样 整体在我们教会里面 是一个文化 是一个文化 核心价值 所以前面 信心 圣洁 在合一 肖牧师已经用了 连续讲了三堂 那么今天肖牧师只是说 要讲的题目是什么 尊荣 就是第四个 第四讲我们尊荣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扩张账目 扩张账目 就必须要让我们 更加的能够把我们的文化怎么样 能够更加的 能够复兴起来 能够兴盛起来 让我们能够 让外面的人看到 我们丰收令良堂的弟兄姐妹 是不一样的 Amen 让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 说尊荣 其实它是一种文化 它是一种文化 那么我本来想应用的经文是 以斯铁记六章 一到十一节 我想大家看过以斯铁具的 我们就不要练这一段圣经 那么大家都记得有一幕 黑黑的 肖牧师站在中间 睡不着觉 然后就叫什么 就叫哈布拉 就拿了一卷书给他看 对不对 来练给他听 练的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莫迪改 为了听到这个事情 救了这个王的一命 然后就问他 既然这样对我有恩的人 我有没有给他什么尊荣啊 他说没有 那么正好这个时候 怎么样 哈曼出来了 对 他就说 王所尊荣的 所喜爱的人 我要怎样的对待他呢 他说怎么样 要给他穿上最好的王的朝服 骑上骏马 走遍 荣耀他 给他荣耀 那么这就是一个尊荣 就是王尊荣了 这个莫迪改 以至于让他有那样的一个 好的一个情形 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以示铁记里面也看到了 那么这就是一种尊荣 那到底尊荣是什么 我们看了 到底晓得 什么叫尊荣 第一个 上个礼拜 我们肖木斯讲 合一 是达成共识 其实达成共识 不是妥协 不是说 哎呀 算算算 我不管了 你来弄 妥协 不是 而是 共识是一种彼此的尊重 对于在没有达成共识之前 每一个人 你都有资格在封收灵难堂 提出你自己的不同的见解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意见 但是 但是当时这个意见 不同的意见 整合起来以后 成为教会 一个找到一个重点的 一个共同的 一个意见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要有尊荣 尊荣是尊荣 这个我们大家所做的决定 这就叫做尊荣 是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是彼此的合一 是从内心开始的 一种构想 这是对事情的尊荣 另外一个 就是对对方 肯定对方的尊荣 那么 萧牧师也讲了 就是说 我们不要 什么都是以自己为事 要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 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告诉隔壁 你比我强 就是能够肯定对方 肯定对方 当然也肯定对方的恩赐 比如我们师班的 弟兄姐妹在这边献师 他们就有那种恩赐 也有那种练习 那种付出 那种尾声 所以这六个核心价值是 一起的 是我们教会的 但是你愿意 能够把自己放下来 能够尊重对方的时候 肯定对方的恩赐 肯定对方 神在他身上 所赋予的一个使命 我们相信 这就是把尊重给对方 当然 更是要怎么样 能够尊重 就是放下自我 把我自己能够放下来 不要那样子 这个 达成共识的尊重 它不是妥协 我刚刚讲是合一 尊重对方 肯定对方 他不是虚捧 不是哎呀 你好得很 而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诚心的 一个接纳 诚心的一个 爱对方 当然 今天尊重 就是能够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不是退缩 不是说 我不管了 我摆在一边 而是怎么样 而是一个谦卑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 声言都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慧 尊重以前必有怎么样 谦卑 必有谦卑 我想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怎么样子叫尊重 就是要达成共识 要能够肯定对方的恩赐 要能够放下自我 但是 怎么样子 尊重谁呢 尊重的对象 我们第一个 是尊重神所做的功 我们要在 今天在教会里面 你要看到 神在丰收灵粮堂 做了什么 神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 祂做了什么 以至于 把这种神所做的东西 要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当然 神在做这个功的时候 神就有拣血 有祂的仆人 仆人来做他的工作 这些仆人 就是神所赋予的一个恩赐 神所拣选的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 丰收灵粮堂一个最好的传统 是今天很多的教会 我们看到就是怎么样 周深柱牧师讲的是 很好玩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 最好的 最会的是什么 最会的是赶牧师 最会的是把牧师赶走 但是我们今天 丰收灵粮堂 真是看到弟兄姐妹 非常的尊荣牧者 那么是牧者 能够享受弟兄姐妹的 那种爱 那种尊崇 我相信 这是我们丰收灵粮堂 非常美好的一个传统 一个文化 我们要爱神的 尊重神的仆人 当然不只是牧者 小组长 一切 只要是在神服侍 能够帮助我们的 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要赋予尊重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诗班 你要尊重谁 诗班的班长 尊重诗班的指挥 这是一种尊重 要听他的 我想 但是 为什么要这样尊重 因为你在这个尊重 这些神所做的工作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神把各种的恩赐 放在我们教会 放在我们教会里面 让我们教会里面 能够每一个人 都能够来尊重 我们教会的情况 爱我们的教会 其次 尊重神所造的人 人 其实在神的眼中 是非常尊贵的 非常尊贵的 因为我们不同意 其他的动物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要赋予尊重 当然 跟我们有关系的人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孩子 不是说孩子 父母当然 我们说 是养我们了 我们要尊重他 孩子要不要尊重 要 因为孩子 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孩子是属谁的 以前我不懂的时候 我就觉得 孩子是属我的 你吃我的 喝我的 你得听我的 那是我的 当我信了主以后 我知道了 孩子不是我的 孩子是谁的 是神的 我们能够爱护孩子 尊重他 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 这是我们所尊重 每一个人 我们所造 今天我们看着那些 不信主的人 我们要去尊重他 我们所谓尊重他 他就是爱他 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 神 每一个神所造的人 都是值得我们去尊重 尤其是 放在我们身边的人 尤其是放在我们身边的 比如给我们一些教导的 给我们一些劝慰的 养育我们的 这些都是 值得我们去尊荣的 更值得我们去尊荣的 我们要有一个 看到别人的长处 能够有一个 对那些不如的 这些 有一个不信的人 有一个连续 饶恕的心 我相信这是神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一个 要我们去尊荣的一个对象 当然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尊荣谁 至高全能的神 因为 祂是配得我们尊荣的 我们常常讲祂配得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都不配得呢 不是的 而是祂真的是值得 我们去尊荣 祂的 我们要能够 把我们一切的爱戴 一切的尊贵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神 其实刚刚我们在想一个 尊荣 不是自己可以要得来的 而是怎么样 而是你要给出去的 不是说祂值得我们去尊荣 而是说我们要有一颗 尊从别人的心 去爱祂 去尊重祂 所以说今天尊荣 它的基础在哪里 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尊荣 尊从别人 很简单 尊荣 第一个 要有爱心 今天你说我尊荣牧师 你要怎么样 要爱牧师 你说我今天尊荣师班班长 我要怎么样 我要爱班长 今天我尊荣教会 我要怎么样 我要爱教会 当然爱教会 就有很多方法去爱教会 尾声就是最好的一个 爱教会的方式 所以丰收林良堂的一个文化里面 要有爱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刚才我们唱诗歌 知道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什么意思 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说 爱就在这里 Amen 当你来到丰收林良堂 你就可以感受到爱 有爱心 爱就是一种尊荣 彼此相爱就是彼此尊荣 我想这就是一个爱 是我们尊荣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其次我们再讲到 第二个就是谦卑 要放下自己 要谦卑 不是说我比别人强 当然 谦卑不是说自卑 不是说我看到别人 我都矮一截 不是这样 谦卑是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 能够去接纳别人 能够多关心别人 能够看到你周遭别人的需要 就像我讲爱 德瑞莎修里讲了最好的一个 爱的诠释 就是什么 我常常讲这句话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我也拿这句话作为我个人的一个指标 爱是在对方的需要上 看到我的责任 爱是在对方的需要上 看到我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 在神的带领之下 都有你该付出的责任是什么 当你愿意付出这个责任的时候 就是你的谦卑 也就是你的爱心 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 都让别人来伺候你 耶稣说他来怎么样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怎么样 服侍人 今天我们做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尤其是做一个领袖人物的 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 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是要做众人的什么 仆人 所以我们今天想说 你第一次来教会 当然不是只是一次了 你第一次来教会 你是什么 客人 第二次来呢 就是主人了 你身份就变了 你要变成主人了 第三次来呢 要仆人 为什么要变仆人 因为你要做的众人的仆人 你就能够成为被别人尊重的人 阿们 当你去尊重别人的时候 尊从别人的时候 你也就能够得到尊荣 当然 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 在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样 训会 开端 在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所以说要有智慧跟谦卑 能够在我们身上 说今天我要尊荣的人 我们要去看 我尊荣他这个人 但是我不见得要尊荣他所做的事 这样听懂了吗 就是说人都值得我们去尊从 但是人都不完全 在他不完全所做失败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不能说 你做得好 那个就叫什么 那是假的 那是没有智慧 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 做得不好的时候要讲 要告诉对方 你做得有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尊荣别人的基础 第一个要有什么 有点反应 第一个要有什么 第二个要有什么 第三个 我们相信 尊荣是我们教会的文化 你必须在这三个方面 有所提升你自己的生命 那么尊荣 到底我尊荣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什么样的果效 第一个尊荣可以带来尊荣 当你去尊荣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就得到尊荣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水长什么样 船高 你说这个牧师不好 那换句话讲 你好不好 你在这个教会 这个牧师不好 你当然不好 你说我们小牧师真的好 小牧师好爱我们 别人看到的话 你有没有尊荣 你说哪个教会的 我丰收你娘堂的 为什么 因为小牧师好 小牧师带我们好 那我们就有尊荣 当你去尊荣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得到尊荣 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为门徒怎么样 洗脚服侍人 难道他就是那么悲伤吗 他当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 他得到什么 他尊荣他的门徒 他得到尊荣 阿们 说尊荣 可以给我们自己带来尊荣 好不好 告诉隔壁 尊荣可以带来尊荣 第二个 尊荣可以带来祝福 当我们去尊荣别人的时候 神就祝福我们 神的祝福就临到 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 把尊荣给神 神就给我们什么 祝福 神就把祝福带给我们 要不要祝福 要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祝福 祝福从哪里来 从神来 说我们尊荣神 神就给我们什么 祝福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我们不要说 我想要祝福 可是我不尊荣神 那你就得不到这个祝福 当然 你能够得到祝福 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 教会得到祝福 就会带来什么 带来复兴 说尊荣可以带来复兴 我们今天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复兴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复兴 我们更是希望我们的事业能够复兴 今天你做一个老板 如果你不尊荣你的员工 我跟你讲 你这个公司不会复兴 得不到祝福 说做老板的要去尊荣员工 然后员工就尊荣他的老板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尊荣就带来尊荣 当彼此尊荣的时候 就能够带来神的祝福 那么你就会复兴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尊荣 带到我们的家庭 要带到我们的工作场所 不只是在教会里面 今天在丰收林良堂 有尊荣的文化 我只在来到丰收林良堂 才能够享受到尊荣 对吗 不对 有人讲 我们要把这个尊荣的文化 要把它扩张出去 这就是我们今年要扩张帐幕 不是说让我们今天 只是人来得多了 我们就扩张帐幕了 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 能够借着丰收林良堂 能够更广地传出去 当你能够把文化传出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是把福音传出去 阿们 这文化传出去 比福音传出去还快 还好 还有效 别人看到 你是这样子的 那么赶快就来到这个教会 人就来了 所以带来复兴 要复兴 就必须要有尊荣 今天做先生的 需不需往家里面 很和谐 很美满 要不要 要 告诉你 尊荣你老婆 回去尊荣太太 她好辛苦在家里面 做妻子的 要不要使家里面 能够复兴啊 要不要 要 回去尊荣你的先生 因为这是 因为这是最大得到祝福 复兴的一个源头 是什么 尊荣 阿们 告诉戈壁 你要尊荣别人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个 尊荣文化 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练 请 尊荣文化 就是尊荣神 尊荣人 也让自己 得尊荣的 一个环境 今天我们教会 就是在营造 这样一个环境 让我们尊荣神 我们也能够尊荣人 我们也让自己 得到尊荣 好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 尊荣文化 要记得 不要听完道 就忘掉了 就记得尊荣人 尊荣神 也就尊荣自己 第二个 我们再来练一下 请 尊荣环境 就是神做工 人得意 更是彰显神荣耀的教会 今天我们教会 要营造那样一个环境 让我们在这个 尊荣的环境里面 能够享受到 能够更清楚地 经历到 什么叫尊荣 尊荣就是神在做工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神在丰收林良堂 做工 但是 我们有没有把荣耀 归给神 有没有去尊荣神的工作 有没有去尊荣神 所拣选的人 如果有 你就得到益处 你今天在封树林良堂 你就得到安慰 你就得到好处 甚至于我们看到 我们封树林良堂 有很多的神迹 神就在这边工作 就有神迹 病怎么样 就得医治 你今天有困难 用祷告 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你就可以得到解脱 我相信这是一个 荣耀神的教会 阿们 今天我们不只是 自己要知道 要告诉别人 封树林良堂 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告诉隔壁 要带出去跟别人讲 尊荣你的教会 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别人就知道 要赶快来来看看 他一来 看到弟兄姐妹 这么彼此相爱 有爱的基础在这边 这么尊荣他 像今天新朋友 为什么我们要 特别给他一个房间 让他感觉到 他被怎么样 被尊荣 其实我们尊荣他 也让我们教会得到尊荣 阿们 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 后面还有见证 我们唱一首歌 主赐福如春雨 今天春天到了 百花盛开的时候 要有一个神的祝福 在我们中间 来 请敬拜赞美 好吧 我们站起来 活动一下 好 我们一起来 主赐福如春雨 我在其中 赞美 欢喜 主赐福如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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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福如春雨 全都向主赐福如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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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此的生命是圈圆 在我心中恨心不朽 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头 举起筋带 举起手 不将此复在我们之中 让我们献上 献上 将赞美尊公 全都向主献上 而就将此下 此下 主地很严 将如春与江夏 领域